我的房地产市场 应该是最近一个月 全球经济最大的新闻了 所以我今天呢 就尽量依据这些客观事实 结合最近发生的这些新闻 来跟大家一起聊聊 希望能帮大家至少认清 一个客观的现状 就是我们现在到底是个什么样 Where we are now 咱先简单过一下 前一阵子发生的事 7月17号 恒大公布了久违的 2021和2022这两年的财务数据 截止到2022年底 它的总负债是2.44万亿 总资产是1.84万亿 你看这就已经严重的资不抵债了 这两年啊 它的亏损总计超过了8000亿元 什么概念 就平均每天它就要亏11亿元 也就是1.5亿美元 你听这个数字已经非常震撼了吧 但毕竟是恒大嘛 所以很多人可能就已经见怪不怪了 不过之后碧桂园出现的这个流动性危机啊 就真的让很多人非常出乎意料了 8月7号市场上流传出了一份红头文件 佛山自然资源局催碧桂园还钱13.7亿元 这文件里就说了啊 说今年6月1号碧桂园刚刚签了合同 说要拿一块地 7月15号正常应该付第一笔款13.7亿元 结果得 第一笔就还不上了 而就在同一天 也是8月7号 碧桂园在境外有2250万美元债的利息 也还不上宣布维云 那市场可就傻眼了 这可是碧桂园呢 一年房子能卖三四千亿的碧桂园啊 现在连一亿多利息付不起 接下来它面临90月份是大量的美债到期 你说到时候将近要付20亿美元啊 那可砸着 这还没完 8月10号 碧桂园又开始给大家打预防针了 他发布了一个盈利预警 说今年上半年啊 估算亏损将在450到550亿元之间 这是什么概念 碧桂园从上市以来啊 去年是首次亏损 亏了60亿 今年是才上半年啊 预估就说要归去年全年的8倍了 紧接着8月14日 碧桂园境内存续的11只公司债 进入停牌 总计规模157亿元 8月15号 另一家地产公司远阳也宣布 区区2000多万的美元债利息还不起了 这个远阳集团啊 虽然没有碧桂园那么大 22年营收461亿 大概是碧桂园的四分之一 不过它也不简单 它的第一大股东 是中国人寿 持有了将近三分之一的股份 中国人寿资产6万亿 一年营收就小1万亿 你看这么不差钱一个集团 愣得让远阳因为区区1亿还不起而违约 可见远阳集团已经成了一个棄子 市场立刻就陷入了恐慌情绪 我刚才看碧桂园24年到期的那个债券 已经跌到不到10块钱了 这是什么概念 就是你现在花10块钱 就能买一个明年24年100块钱到期的债券 而且还有8%的利息 也就是说你到期能拿到108 就这么个债券 现在居然支不到10块钱 你可见大家预期 未来这钱能还上的概率得有多低 那跟买彩票差不多了嘛 碧桂园股票里边就更没跑了 立刻腰斩 跟去年12月份相比 已经跌去了四分之三 已经跌破一块钱了 而这还没完 就在地产商流动性危机的同时 信托公司也出问题了 8月11号 有好几家资管公司说 他们之前买的中融信托的产品 本金和利息都没收到 几天之后 中融信托开始全面停止 对付旗下的产品 涉及总计2300亿元的投资 15万名的投资者 你看这么一连串 市场已经情绪非常紧张了吧 没想到地产股依旧坚挺 但碧桂园除外 你说这是怎么回事呢 别急 咱来捋一捋 首先咱先来整体 大致了解一下 中国的房地产市场 一般房地产呢 就是开发商买地 盖楼 然后卖个消费端 而我们知道在国内 个人或者企业呢 它主要是有土地的使用权 和房屋的所有权 90年代税改之后呢 卖地就成了各个地方政府 一个最主要的收入来源 那你看作为地方政府哈 它手上最重要的收入来源呢 是卖地 而它最主要的经济指标呢 是当地的GDP 那很自然呢 地方政府就会卖地 然后拿过赚来的钱呢 做基建搞开发 这样呢一方面可以刺激当地的GDP 同时呢又能抬高地价吧 进一步卖地 进入到一个良性循环 那你想2000年初那20年 可是中国经济奇迹般的20年 地方政府可以说是 怎么投怎么有 那地价也是一路高歌猛进 如果你是个投资人 你面对一个怎么投怎么有 价格永远只在上涨的市场 你会怎么办呢 没错 加杠杆吧 也就是借钱 可是当时法律规定 地方政府是不能直接发展融资的 所以怎么办呢 它就绕了一圈 搞了一个融资平台 来通过这个公司发债融资 一般名字呢 就比如说叫 小林市投资建设有限公司 就大概这么个名字 而他们发的这个债呢 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成头债 所以虽然说理论上 这个成头债是个公司债 可是大家都知道 它背后实际上就是地方政府 定价呢 也都按政府发的债来去给它定价 这个成头债呢 我们之后如果有机会再详细聊吧 总之呢 就是地方政府可以通过它来融资 可以以一个非常低廉的利率 融到大量的资金 然后去搞基建 抬高GDP 这一套下来 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土地财政 在2008年之前呢 中国成头债的总量 也大概就1000多亿 但是2008年4万亿的 刺激下来之后 这个成头债就 指数级的在增长 到现在据估算 已经有60多万亿这个级别了 这是什么概念 这就已经超过了 中国国债加上官方地方债的总和 就是这个隐性债务 已经超过了显性债务 地方的债务加起来 已经超过100万亿人民币了 这都快赶上全国GDP了 到这大家习惯习惯 就今天我们这个计量单位呢 都是以万亿来称的 地产里头那几亿几亿 那都是小钱 好 刚儿我们说 这些是政府卖地这一环 那后面开发商圈地盖楼呢 其实也一样 你想需求那么旺盛 地价一路飞涨 房价也在涨 对于开发商来讲 就是谁的杠杆开的最大 谁的现金流管理的最好 那谁就赚的最多 许家印就是个 典型的现金流管理大师 在政府 银行 供应商 客户之间 上面那层分期付 下面这层先要了押金 再奉上上面了 就这么转转腾挪呀 用相对比较小的资金 撬动了极大的杠杆 才能发展得如此之快 自己也在1516年那会儿 成为了中国的首富 恒大呢 我们就不详细说了 咱先说这个碧桂园 碧桂园呢 它跟恒大也类似 都是做房地产开发的 而且这两家公司 都起家于广东 恒大是在广州 而碧桂园的老本营呢 是在佛山 你别看前两年啊 新闻里整天就是恒大 它那2万亿的债 确实是无人能及 但是这两年啊 其实碧桂园 才是中国房地产行业的龙头 17到22年 连续6年 是国内销售第一 总资产1.74万亿 总负债1.43万亿 我记得当时 早在2005年的时候啊 这碧桂园的创始人杨国强 把自己接了一帮 交给二女儿杨慧妍的时候 杨慧妍直接晋升成 亚洲女首富 你想想这个规模 作为地产商啊 这个碧桂园 它最大的特点 就是它扎根在三四线城市 有60%的项目 都是在三四线城市 所以呢 你别看它资产规模 跟恒大差不多 但是 它的项目要比恒大多得多 是恒大的三四倍 所以它买房的那个 房主的数量要大得多 这也是为什么 很多媒体说 一旦碧桂园出事 那对社会的影响 比恒大还要大 碧桂园是从2015年开始 疯狂的圈地盖楼 2015年的时候 它的营收大概是1400多亿 三年之后 2018年就已经涨了7000多亿了 翻了5倍多 而且这个碧桂园 不光是在国内 它在海外 像马来西亚 泰国 澳大利亚 也都有项目 尤其它在马来西亚 有个非常有名的 叫四周期将近20年 而且还联合了 马来西亚来西亚政府 还联合了新加坡 前海建了四个岛 来打造它这个园区 据说能居住70万人 不过吧 后来呢 马来西亚政府 它不希望那么多 外国人大量涌入 所以这个项目呢 最后就比较尴尬 到现在呢 住了还不到1万人 这不是重点 虽然这个投资 确实不太成功 但我的意思啊 就是碧桂园 它规模真的是很大很大 像恒大碧桂园 这种开足杠杆 高大规模 就是当时国内地产商 一个非常典型的模式 而这些房企呢 为了能尽可能的 开大杠杆 就已经不限于 最传统的那些融资模式了 比如说找银行借钱 或者发债 而是有了 比较特殊的两种 也是比较有中国特色的 一个是商票 一个就是信托 这个商票呢 就算是一个 没有担保的借条吧 它主要呢 是跟这个房企 上下游的企业 就是你给我干完活 我给你开个条 说哎兄弟 这十亿哈 我过半年再付 你放心 一定付上 这种商票 因为实在是太多了 已经有了二级市场 开始流通了 而这种玩法 玩得最溜的就是恒大 一般地产商啊 可能这个规模 也就在一两百亿 暂时的现金转转一下 可是恒大就不一样了 它被爆雷的那时候哈 商票的规模 有三四千亿 那是一记绝尘的 基本上就把上下游 能合作的合作商 都借了个遍 那另一种呢 就是信托 你看这两天 中融信托不也出事了吗 所以咱就稍微展开 说说这个信托 西方比较普遍说的信托 在国内一般叫家族信托 它主要就是为了一些 资产的传承啊 避税啊 风险隔离等等 这个我们专门 之前做过一些视频聊过 不过哈 像中融这种 就国内更为普遍的 这种所谓的信托 它的玩法 其实就更简单粗暴 你就可以简单把它理解成 它就是个基金 信托公司呢 也是融钱 然后去投资 只不过它能投的 覆盖的产品的面更广 就你给我干完活 我给你开个条 说哎兄弟 这十亿哈 我过半年再付 放心一定付上 这种商票 因为实在是太多了 已经有了二级市场 开始流通了 而这种玩法 玩得最溜的就是恒大 一般地产商啊 可能这个规模 也就在一两百亿 暂时的现金转转一下 可是恒大就不一样了 它被爆雷的那时候哈 商票的规模有三四千亿 那是一记绝尘的 基本上就是把上下游 能合作的合作商 都借了个遍 那另一种呢 就是信托 你看这两天 中融信托不也出事了吗 所以咱就稍微展开 说说这个信托 西方比较普遍说的信托 在国内一般叫家族信托 它主要就是为了一些 资产的传承啊 避税啊 风险隔离等等 这我们专门之前 做过一些视频聊过 不过哈 像中融这种 就国内更为普遍的 这种所谓的信托 它的玩法 其实就更简单粗暴 你就可以简单把它理解成 它就是个基金 信托公司呢 也是融钱 然后去投资 只不过它能投的 覆盖的产品的面更广 甚至可以说 它是所有金融公司里边 能投的面最广 它不光是像公共基金这种 你可以投到股票啊 债券 这种标准化的证券 也可以投资到实业 尤其是像房地产 这种非标准化资产的业务 俗称就叫非标 因为它受到的监管约束 非常少嘛 所以它的牌照也最难拿 中国一共就几十家 投信托的门槛也非常高 就一般人 你要想投资个信托 那都是一百万起投的 而且都有锁定期 一两年拿不出来 总结起来呢 就是它投资很灵活 可以投到实业啊 房地产 这种非标准化的资产 但是风险高 不透明 信托呢 也是中国非常主要的一种 叫影子银行 就是它干银行的事 但是没有银行之名 整个信托行业有多大呢 大概有20万亿的规模 投到房地产这块 大概有两三万亿的样子 你比如说在恒大 19年底那时候 它整个公司负债里边 有40%的融资 都来自于信托 你看是不是 说哪哪都有恒大 它确实特别会借钱 杠杆也最大 所以那不就出事了吗 其实不光是房企 像刚刚我们说的那种城投公司 就是地方政府 它也会时不时通过信托 去进行一些非标融资 这回出事的这个中融国际信托呢 它其实是中植集团体下 最主要的一个信托公司 这个中植下面除了中融以外 还有四家财富管理公司 和五家资管公司 这些我们一般统称就叫中植系 你看资本市场也是分派系的 类似的就还有像明天系啊 海航系 安邦系 联想系等等 我们就不展开了 中融信托呢 它虽然不是最大的 但也是几个头部的信托公司之一 2019年管理资产有7500多亿 去年呢稍微降了一点 也有6000多亿 中融信托的这些产品 它的收益率平均下来是6.88% 而它背后实际投的那些地产项目 有些收的利率超过了10% 你想想相对于现在1.65%的存款利率啊 这些地产公司愿意花超过10%去融资 你可想而知这背后的风险都有多大 而这些风险呢 最后就都被这些投资人买单了 所以你看像商票 信托 其实都给地产商提中了 各种奇形怪状的融资方式 不管是地方政府卖地这一环 还是开发商卖房这一环 其实都存在着巨大的杠杆 其实还有第三个环节 就是购房者贷款买房这一环 你看国内的家庭债务比GDP 其实也是一路直线上升 不过就中国来说 这块把控的是比较严的 就我不能让你随便炒房 不像韩国有全租房的问题 包括美国当年次贷危机 其实也都是各种形式的终端 开的过大个杠杆导致的泡沫 国内这块还是挺好的 主要比前面这两个环 其实吧 加杠杆这个词 它本身也不是个坏词 你看我要叫它信用扩张 是不是听着感觉就好听多了 它只要在合理范围之内 其实是可以加速经济发展 比如中国来讲 2000年初那会儿 是发展潜力巨大 同时信贷规模严重不足 这时候杠杆肯定是好的 那这个东西肯定需要个度 就整个社会来讲 你借过来的钱 如果它产生的收益 能还上你借来的钱 那就是OK的 地方政府它通过城投债 借过来的钱 投到基建里头去 能不能产生足够多的回报 开发商融资盖了房子 它到底能不能卖出去 有没有人需要 如果答案都是能 那你就借 如果答案是不能 你还不停地借 那就逞了泡沫 十年前像中国韩国 确实都没问题 两个国家发展都那么快 而且又赶上全球化大背景 你出口导向型的经济 那投资是只要投进去 基本就不愁回报 但是你要真形成了 这种房价信仰 就所有人有了钱 就无脑投进房地产去 那就会产生问题 所以20年 国家就提出了三条红线 限制房企融资 城投债这边也开始收紧 这下地产商和地方政府的日子 就都非常不好过了 恒大是当时唯一一个 同时踩中了三条红线的企业 就是因为它之前杠杆开的 实在是太过分了 它这一下子就很难从正规途径 向银行发债这种途径去融资了 眼瞅着房企流动性收紧 地方政府的收入就成问题了 21年开始 全国有23个城市 先后出台了限跌令 就是禁止或者限制房企 叫恶意降价 毕竟对地方政府来说 房价一跌地价就跌 本来已经很紧张的环境就更加恶化了 而国内大环境需求端又不足 新商人人口又急剧 你看近五年 中国部分城市的房价 已经下跌了10%到20% 西安的跌幅达到了26% 咱其实之前聊房地产经济学那期 也详细分析过 你说房地产市场为什么重要 因为它其实是一个巨大的信用市场 假设一个国家 这个房地产市场 就刚刚我们分析那三环 地方政府也不发债 开发商也全款盖楼 大家也都全款买房的话 但如果这种情况下 房价下跌 那也就跌吧 可能影响也没那么大 但是一旦这三层都加了杠杆 甚至是有些加了过量杠杆的时候 那就不光是说土地房子 扁扁值的事 一旦这个经济中心的地方政府 或者房企出现了现金流的问题 它就很容易连带到 银行体系和金融体系 所以对于整个市场来说 几个房企倒了 它不是最大的问题 可是我们需要尽全力去避免 这个影响力扩大到 实体经济和金融系统 你就算倒了 你得把楼先给盖完了 你把债还完了你得倒 中央政府在去年也陆续提出了 什么保交楼 金融16条 来防止事态的扩大 所以去年年底的时候 地产股就迎来了一波 久违那种狂欢式的上涨 尤其是碧桂园 股价一下涨了三倍 其实碧桂园在房地产商里边 已经算是那种非常谨慎的 是少数没有公开违约的民营企业 也可以说是一直以来 房地产的地方 现金流管理比较优秀的一个代表 你看前两年那么难都挺过来了 裁员就裁了三万多人 但是所有房企里边 裁员裁的最狠的比恒大裁的还多 碧桂园的总裁 就号称打工皇帝的墨斌 年薪从1.9亿下降到了 只有区区的957万 降幅达到了95% 梁慧妍也从1576万 下降到了只有38.5万 降幅98% 其他高管的薪资 也都是断崖式的下跌 就这些裁员降薪的政策 让碧桂园在去年现金流都是挣的 好不容易熬过了2022年 大家都感觉房地产企业要迎来曙光了吧 嘿 谁知道栽在2023年上 2023年吧 确实整个房地产市场 没有迎来预期的那个反弹 1月到7月 全国房地产投资同比下降了8.5% 其中住宅开发额同比下降了7.6% 房价呢 也是上半年涨了几个月之后 6月份再次开始下滑 而且房价就算涨了一点 成交量其实是急剧萎缩的 尤其是三四线城市 跌得更是厉害 玉桂园1到7月的销售额不到2000亿元 同比下降了31.4% 所以上半年它亏了四五百亿嘛 你其实从股市也能非常直观地看出来 你看这个啊 是恒生中国内地的房地产指数 从21年开始就一路下跌 差不多跌掉了四分之三的市值 到了7月份呢 整体的经济数据也格外地不景气 人行公布的新增贷款只有3400多亿 比预期少了55% 是09年12月以来的最低 这才导致了很多房企和信托公司 资金量出现的问题 那现在这些出事的 不管是碧桂园 还是远洋 还是中融信托 都在努力干的一件事 就是债务重组 大概意思就是 现在我既然已经这样了 你作为投资人全胜而退呢 已经是不可能的了 就你与去亏的一分不胜 不如咱俩谈谈吧 找个折中的方案 我呢让我活下来 你我也让你少亏一点 常见的方式呢 比如说展期 就是我今年该还的钱 咱推后三年 三年之后呢 我今天要还 或者呢比如大折 我就还一部分 再或者呢 我直接把债转股 这样本金就不用还了 然这些具体呢 就需要公司跟投资人之间去谈了 你看恒大这一两年 不就在干这个事吗 有一个明确的结果 为什么前两天 在美国申请破产保护了 并不是说我先就破产不玩了 只是呢 他跟那些债主啊 还没有谈拢 所以我就先保护起来 再慢慢谈 当然就目前信息来看啊 碧桂园的债务情况 比恒大呢 更要强多了 还不至于资不抵债 更多呢 是现金流的问题 那到底能不能挺住呢 主要还是看 接下来的房地产市场 尤其是三四线城市的 房地产市场 能不能稳住 但你知道这边 有意思是什么吗 正常情况下 你看这新闻数据这么糟糕 整个行业都还不上钱了 这股票不得来个腰斩什么的 但没想到非常坚挺 地产的ETF 甚至还有大量资金流入 保利啊万科啊 基本没怎么跌 你不觉得挺神奇的吗 按理说这个时候 谁还敢碰地产上的股票啊 至少不了解中国国情的人 肯定是这么想的 这其实就是因为大家知道 国家都要出手了 政府要出马了 其实啊 地产环境差 需求萎靡 这些数据大家早就知道了 但是像碧桂园远洋 这么一出事呢 反倒闭的政策 开始强力支撑房地产 它其实是一个市场 对政府干预的预期 你看前两年 美国经济数据一好 股票反倒跌了 为什么 因为大家预期央行 可能会加息 就是像政府央行 对市场干预的 这个短期影响力 已经超过了数据本身 对市场的影响 这其实就是金融市场的 好即是坏 坏即是好原理 就是你得用辩证的思维 去看待投资 大家可能已经发现 其实7月底 给这些地产股就涨了一波 因为7月24号 政治局就开会 强调了要 加大宏观政策 调控的力度 说要通过一篮子 化债的方案 来化解地方政府的 债务风险 就具体怎么化 他还没说 但是方向 我给你指定 这回碧桂园 撑不住之后 刺激的力度就更强 首先就是刺激流动性 降息 范围最广也最管用 什么麻辣粉 酸辣粉 一年期的LPR 全都降了10到15个基点 之后8月31号 又开始更直接地 进行对楼市的刺激 就你原本 存量的手套房贷 可以申请变更 说白了 就你可以申请 把利率再降低一点 再往后 就是我相信大家最近 听到频率非常高的一个词 就是任房不人贷 在一线城市全面实行 你看啊 不管是降息 还是任房不人贷 其实都是在刺激 购房需求和贷款需求 机会员这边呢 9月5号 成功地在30天的宽限期限内 还清了那2250万的 境外债利息 勉强地熬过了7、8月 行 因为咱之前没怎么聊过 国内的房地产市场嘛 所以今天呢 我也是比较笼统的 结合着最近发生的一些大事 来跟大家一起梳理了一下 什么城投债啊 地产商啊 信托啊等等 他们运行的这个杠杆的逻辑 大家有什么观点呢 也欢迎在评论区多多讨论啊 我也学习学习